奧巴馬總統在競選造勢旅途的第二日 抨擊國會共和黨議員 指責他們剝奪美國工作機會 及提高工薪階層的稅收 奧巴馬星期二 首先在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斯城一個社區中心 及維吉尼亞州因波里亞一家高中發表演說 為他提出的4470億美元的就業法案爭取支持 奧巴馬說他現在給議員第二次機會聆聽美國人民的聲音 希望他們以逐一通過他提出的就業法案當中的各部分方式 去盡自己的責任 奧巴馬指責那些投反對的議員 拒絕減稅是變相提高工薪階層的稅收 這項減稅計劃將會令到很多家庭減少交稅1000美元 他又說共和黨提出的減稅計劃將實際上 令到全國減少工作機會而不是創造機會 今天不用送薪拜託 MING PA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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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ve